大家好, 之前推出了兩條申請 B&O Visa 及一條申請 B&O Passport 的影片 我發覺很多觀眾仍然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今天總結了十個問題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清楚了解 申請 B&O Visa 的過程 大家好, 我是拉人哥 我的 YouTube 頻道主要和大家分享 英國的樓盤及移民英國的資訊 如果大家見到有講過的話請幫忙看 請幫忙訂閱及分享給朋友 還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一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到給大家 我的頻道剛好超越了三千個訂閱 我在這裡先謝謝大家 一向來對我的支持 我打算在我的頻道有一萬個訂閱的時候 我就會送出本人親身寫的移民英國電子書 書中包括怎樣開英國銀行戶口 B&O Visa 申請要注意的地方 上機前的行李準備 英國租樓及賣樓的過程和技巧 怎樣找學校 英國的生活花稅 現在本書還未完成 希望大家幫忙多些分享及推薦給朋友 你的幫助都會令我訂閱的目標更快 而我也有動力去快點完成這本電子書 我這次總結了十條 比較難少少 和多些人都要知道的問題 第一條問題 就是家人是否可以分開申請 和爸爸是否可以遲些才來 B&O Visa 以家庭申請為主 但亦都容許家人分開申請 第一個情況就是你結識了新的另一半 你新的另一半 就要提供證明文件 證明你們的關係 第二個情況就是 父母已經申請了B&O Visa 但這段期間 父母生了一個新的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之後可以申請B&O Visa 和父母一起去英國 第三種情況就是主申請人 加上子女先去了英國 之後另一半可能是父母 遲些才去英國 但如果是要這樣做的 就要等父母5加1結束 才一起申請入籍 這個家庭入籍的時間 比5加1更久了 還有大家要知道 這個不是一個太空人計劃 是要整個家庭一起入籍 第二條問題 如果媽媽是帶子女先去英國 有甚麼文件是要額外提供的呢 要額外提供一封 consent letter 是給爸爸簽名 封信的價值就是這樣 封信一開始就會見到 consent to application 上面就是 father consent 下面就是 mother consent 看看誰帶誰 這樣就簽名就可以了 第三條問題 就是成年受養人 是否可以申請B&O Visa 首先我們要解釋一下 甚麼叫成年受養人 成年受養人 是指一些沒有B&O資格 而需要特別照顧的家庭成員 不是說你的成年的子女 成年受養人 一般是要照顧的父母 或者需要照顧的成年的兄弟姐妹 成年受養人 必須符合全部三大條件 第一就是不能自理 例如因為年齡、疾病 在心理上或生理上 都有缺陷而需要第三者長期照顧 還有第二條件就是同住 例如與B&O Visa 申請人同住 還有第三個條件 就是於香港沒有人 或者沒有機構照顧 或支持其生活 所以如果你是有些兄弟姐妹 或者父母是需要你帶過去的 符合多這三大條件 就可以帶過去的 記住這個四年首日 不是指你自己成年了的子女 不要弄錯了 第四條問題 全民英國在2023年 就會取消B&O Visa 是不是做些申請會好些呢? 這個全民是假的 應該最多人說的 就是一些藍絲群組 大家當笑話就算了 如果大家沒有想著 短期過來英國 我就叫大家不要這麼做申請 因為現在一般申請 十幾二十天已經批了出來 你預算幾時來英國 就提早三四個月 就開始搞申請就可以了 第五條問題 已經提交了這個 B&O Visa 申請 但已經超過四個幾月 都未能批出來 應該怎麼做呢? 官網都寫一般申請 就是十二個星期的 所以如果你是早於十二個星期 去問她的申請結果 其實官方是不會回答你的 所以你一定是超過十二個星期 你才好問她的 你可以傳電話 或者打電話去Home Office 問的 Home Office 的電話 就是44 即是英國號碼 接著就是300 7906288 如果這個電話打不通的 可以打44 203 875 4669 第六條問題 5加1之後 入籍英文Test 即Life in the UK 是否很難考 曾經考過這個Test 朋友回覆 這個Test 不是很難考 大家不用擔心 大家要注意 這個Test 18歲以下 和65歲以上 是不需要考的 第七條問題 曾經破過產 或者有刑事案底 是否可以申請到B&O Visa 曾經破過產的 是可以申請到B&O Visa 至於有刑事案底 雖然申請B&O Visa 當時是不需要提供良民證 但是申請當時 是要提供刑事案底的詳細資料 給英國政府考慮 第八條問題 本身自己是一個 香港永久居民 但是父母沒有B&O 剛剛在香港中文大學畢業 可不可以用HPI的簽證方法 去移民英國 HPI不是一個移民計劃 它只是一個 英國新推出的高潛力人士工作簽證 如果你是利用HPI去英國 日後你要有僱主 幫你轉為Working Visa 才可以入籍 第九條問題 離港之前 是否一定要做清稅 這個問題是很個人化的 因為如果你是賣了房子 不會在香港再有任何工作收入 或者其他收入的話 你可以做清稅 但是如果你的房子好像有這樣買 也賣不出 還有租金收入的 那就不用做清稅了 每年就要申報個人報稅表 將租金收入申請做個人貨稅資格 使用自己或夫婦和子女的免稅 這個物業所產生的租金 就不用怎麼交稅了 第十條問題 也是最後一條問題 是否要花幾萬元 給這個租金公司 幫忙做BNO Visa 除非這個案件是非常非常非常複雜 重要的事情是說三次 否則自己用幾個小時時間 就可以完成了 再不懂得填的 就上網看看YouTuber的教學 大家記得看我拉人哥的影片 你一定會填的 那就節省幾萬元 到時候你去到英國 可以請我吃飯 Win Win雙羊 今天十條問題的拉人包 就說完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我九月份 就會去蘇格蘭和北愛爾蘭 兩個星期看樓盤 如果大家有時間 可以安裝我一起去英格蘭出發 名額就十個人 各自付酒店錢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用Wilson哥的WhatsApp 報名 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我的YouTube頻道 喜歡和大家分享 英格的樓盤和移民英格的資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LIKE我 請幫忙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還要按旁邊的鈴鐺 我一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到給大家 請follow my IG account 拜拜